7月13日,第26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本届科博会设置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绿色双碳、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发展等6个专题展区 共有100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展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人工智能已经融入到当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医疗健康领域,语言大模型已经走进医院的门诊室 帮助医生在高峰时段高效看诊 这个是听语机器人的收音设备 是一个6个麦克风的阵列 它会有声源定位 然后会识别哪一边是患者,哪一边是医生 它的内置的有100多万个专业的医学词汇 它会整个把医患对话的内容 把里面关键信息抽取出来 然后双重病例 把医生处理文本的工作解放出来 然后让医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到患者的病情 提升他的问诊的质量 也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另外它可以全程记录医患沟通的内容 也方便在诊后查看 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调研 医生给他反馈是说 我们生成的十份病例 基本上有七份左右 是不用怎么修改就可以直接用的 总体上节约了他很多的这种浑书的工作的时间 在化验检测工作中 检测员不时会遇到有毒有害样本 这些样本一旦与人体发生接触 往往会影响到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如今高精度人工智能机器人陆续走进实验室 检测工作可以在无人黑灯状态下流畅进行 在我身后的这款机器人是液体自重 精准称重机器人 它现在的精度达到0.1克到征服10% 有一些研发实验 它可能在前期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对照组实验 有非常多的繁重的基础性的操作 那这样的情形下 用我们的这种机器人的设备 它可以最大限度地解放我们科研人员的双手 去让我们科研人员更加专注于实验设计和研发创新 把这些基础的工作 交给我们这个24小时职守的这个黑灯实验室 石油化工类的一些产品 它可能本身是有一些剧毒的 像丙烯性这样的一些物质 我们每天其实在检测室 还是有大概3000多个样本需要检测的 那我们的人员操作的话 那可能需要非常多的人 然后三班导 用我们这个设备的话 我们采用机器人替代的方式 也是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科研人员的一个人身安全 帕金森症 阿尔茨海默症等脑科疾病 给患者带来了诸多困扰 在本届科博会的未来科学城展区 一款新型脑环露起模系 为控制此类脑部疾病的病变 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根据科研和临床研究来看的话 帕金森症和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它的大脑功能 主要是出现了一些退行性的病变 我们目前是把大脑分成了213个脑功能区 而且这个分区是根据每一个患者 个体的脑功能和磁记录来产生的 每一个患者都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可以穿过我们颅骨的保护层 去寻找到需要调控的神经拔点 来进行我们后续的神经调控干预治疗 以阿尔茨海默症为例的话 我们目前通过一个多月的治疗 是可以控制它的认知功能下降 持续的治疗的话 是可以持续的去维持它的认知功能水平 不再进一步的恶化 也就是说我们阻止了这个疾病的进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